Hello 各位早上 来到1月26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ET开市食击 我是Irene和Irene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f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上Rafi 早上Rafi 美国昨晚都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 见到数据理想的 美股做好标志又破顶 至于港股昨天三年升 但夜期回软 收跌过百点 待会都会问Rafi怎么看 现在美股的升势 以至港股仲能否再继续弹呢 大家什么个别股票研难 都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就是96133819 又或者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上季的经济增长超预期 见到美股做好 进一步缓解了经济衰退的忧虑 十年期债息曾经下市4.1 美股在星期四来说向好道指反复破顶 标志连续五度创入收市新高 道指高开后曾经升超过200点 五大高位售额中断一度未跌 美股再度回升并且破顶收市 道指升242点 报38,049点 标志升25点 报48,094点 纳指升28点 报15,510点 欧洲央行意识之后维持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欧股是靠稳的 欧元汇价曾经跌近0.6% 美汇靠稳曾经升大约0.4% 美国原油货存减少 优价升3% 焦点美股方面 Tesla售类业势差 股价急错1.2% 而波音公司跌5.7% 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 IBM上季盈利和收入好过预期 股价升9.5% 就是最强的道指成分股 Google升大约2% Amazon和Meta升0.6% 看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阿里巴巴和美团 比本港收市跌超过1% 阿里巴巴至算部72.7% 腾讯比本港收市跌0.5% 百度跌了0.6% 网易就轻微靠稳 汇丰控股ADR比本港收市升1% 至算部60.98% 友邦跌0.5% 港交所跌近1% 车股普遍继续受压 看看今早做外围的市况 首先道指期货偏远跌92点 而亚太区股市是个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跌0.5% 日经平均指数36,024点 跌211点 南韩市升0.4% 新西兰市跌了0.4% 至于恒指的黑期 我们都去看看 可以预示港股 今早早初段 可能都回一回 跌过百点 先和Rabby聊天外围 这些最新的数据 美国去年第四季的GDP初值 公布了以年律计 按贵增长由4.9% 放缓去到3.3% 但都远超过市场元 先预期只有2%的增长 同晚也公布了上个月 新屋销售都按月回升8% 之前就会怕经济数据好 就会说减息预期有降温有成 但现在经济数据理想 大家都是理好美股 标指纳指年升6日 如果现在一些人看回 一月份都未过 即是20几天 标指已经超越了 华尔街今年底的平均目标 就是4867点 就有年有估计 今年目标5400点的知名投资人 都说对美股短线的升势 感到不得安 就说未来会不会在非理性的抗粉 进一步推高美股的估值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其实都同意这个看法 我觉得都是要开始小心一点 当然所谓的小心 其实过去几多星期都说 不是叫大家这刻就立刻去沽货 或者是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下跌 但是要不断有一个警惕性 因为始终真是最主要一点 很简单的就是升了很多 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问题 而升这么多的背后原因 当然你可以说不同的因素可以推上来 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说 就是大家是因为这一转的气氛强 无论有你没你 都只是看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就突然不看了 所以随时变化 好的东西就先推上去 这样的声势 除非你说接下来的气氛能保持到 否则如果一旦有些改变 某一些因素令到大家的气氛有些逆转 其实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其实大家都记得 这一阵的升浪 其实不要说远 近一点来说是去年 就是四季左右开始 再出现了整个美股 当时就是第一转炒作 就是那个减息的因素 就是减息的预期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看到债势想得很惊 由之前十年级最高 差不多五厘 到可能三厘八多都见过 那变成不断扯高 那个美股 大家对减息的预期很厉害 曾经觉得最快三月会减 市场最乐观 又觉得今年减少六点几次 甚至七次那么多 就是很亢奋 那一刻其实已经说过 一旦有这些修正 其实股市是有一些调整可能性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你看到最近这个看法 是修正了很多 是 就是调整了一点 其实也不是修正了很多 就是三月份的减息预期 这一刻多一点 去到四成八 但是其实日前最低下了四成 就是由最高峰 可能八九成到四成 其实我可以说 美股调整了一点 对 美股就没什么调整 美股调整了一点 就是这个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 就算这一刻 你说减息预期是降温这么多 其实美股真的 不是调很多 因为刚好这段时间 大家要把感觉 放在另一方面 就是觉得经济好奇 因为一来近期的数据是不差 甚至乎可能昨晚的GDP 说真的 虽然比之前4.9低分一点 但是比2%也算是高 所以你总体来说 大家觉得经济可以 那你可以的时间 那你不需要加那么多息 那其实又好像很合理 所以这段时间 放在经济面那边 又是推高股市 但是这个就是正如刚才说 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声势的话 除非你接着这些好的消息去出现 否则其实一旦有些改变 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正如真的股值上去看 如果你看S&P来计算 现在已经去到 预期P是差不多19-20倍 这些位置 19-20倍其实是过去五年的均值 那些位置 就是流上的 所以其实已经真的不算很便宜 所以这个是要小心一点 就是接下来 究竟还有没有什么新的 去所谓挫市场上去 这个很直接要看的 因为你要不断玩 所谓经济好 不用加那么多息 但是到某一个点的时候 大家又觉得不减息 又升不起了 所以这个很矛盾 然后拿回平衡 所以我觉得到这些位置 要相对可能小心一点 或者省省一点 看着整个市局的变化 还有未来要看的 除了刚才说的减息 经济的面是怎样之外 其实业绩期也是关键的 虽然也很一段时间 但是其实这段时间开始 才是入育的 就是大家熟过七只 是那些劲的 陆续公布 就是刚才你少少说Tesla 都知道 说完 所以就是这么说 虽然它又未终于移动整个市局 但是假设二、三、四、五、六只 都是部分一、两只 是有些脱漏的话 其实是有很大的因素 是要扯回洩下来的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整个美股这么强 最初是源自于这七只 所以一改变 其实是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 对美股的看法 不是说很谈 但是要先审慎 要小心一点 是 不如顺便说Tesla 跌势也很可怕 去到一百八十几元的水平 突然间就 那个业绩一失去之后 而且市场都一路畅谈 即大行又出来 又进一步看淡 那现在这个位置 究竟是否要看 究竟是继续向下来 向下来的 是吗 看个小就似乎继续弱 是 因为就算不说 基本面 你只是说逃举走势来计算 昨天一棍打下来 你口落下来 一来穿回去年年底的低位 其实整个支持区就失去了 即是延伸着走势的趋势 即是很简单说 其实可能再下去下一站 比较大的位 八六元的位置 其实是不奇怪的 如果纯粹看位来说 而当然 你说这样的大跌 其实背后就 刚才看到了 源自于业绩 因为以今次的业绩来计算 就是说真的 对上个一季 当然很多时候 大家觉得是一些 所谓过去的东西 有时候就未必拿来看 但怎样说也好 它的业绩 你的确看到上季的收入 顺利 无利率等等 全部都是比月期差的 这个已经是令到 估值方面 有些压力在 因为始终毕竟升了很多 其实估值 一向都不便宜 而最令人 大家觉得负面的东西 就是前瞻指引 因为始终你说Tesla好 或者刚才说六只也好 或者科技类也好 很多时候大家是看预计的 今天是看预期 看指引 如果你说出来的指引好 大家又会 就算这一季不行 下一季就可以了 又买上去 但它差的地方 就是它没有披露到 今年的业绩指引 全年都没有给 甚至乎也说了 就是可能整体的销售量 就是车的量 比起二三年来说 都还要低 它也形容着 现在的情况 就是在两个浪之间 的之间 其实它说得很好听 但如果大家想起一点 就是浪的中间就是低位 就是在两个波浪之间 就是在暗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 今年来说 有机会是要捱一年 当然所谓的捱 不是说真的买不到车 只不过就是 没有那么强的增长 因为你看到这些行业 就算它那个 可能销售两个预期也好 今年全年都有两百多万泡 其实又不是说差的 只不过就是没有一个很强的增长 或者要重新回来的增长 可能去到二五二六年 当一些新车再出来那一刻 才再出现 所以如果今年 就是当然了 之后要再看 因为很多时候 它好像给到很失望的大家 但是慢慢走下去 又突然OK 也不出奇 因为始终整年变化 都可以很大的 可能它来一两季 又调整也不奇怪 但是我想暂时 始终它什么都没有给 或者现在的行业 这样股的时间 也都自己形容到 周期的中间位 低位的话 我觉得有几样东西 加起来 你觉得股价 短期要再下的机会性 的确是有的 因为刚才说 就是股值的问题 以及刚才说 就是技术面 始终也穿了 某些支潮位 所以整个世线 慢慢回来 86元左右 去到去年 最后爆上来 那一层之前 那些位置 我觉得比较合理 所以暂时看法 会比较稍稍稍稍稍 我想 如果你说 要继续这些 那七只 我想先选择其他 一些 至少因为这一只 虽然见了新章 但是一半 你没有很拨的时间 考虑其他 所以应该先 恒指升312.3,16211 成交额再增加到1320亿 科指升0.9% 3310点 马铃中特股概念炒 马铃中石油升8% 中石化升7% 中煤能源升超过1.1% 内房股也做好 龙虎升8% 负力秋高1.7% 车股液市售额 蔚来小鹏跌超过4%和3% 北水盘路方面 北水都是录得淨流入 昨天就吸资18亿2千万 淨流入方面 中海油吸资3亿4千万 中移动吸资2亿9千万 中石油都吸资2亿5千万 相反 腾讯录得11亿2千万的淨流走 平保亦走资1亿1千万 继续跟Rafi谈谈谈股 刚才说三年升 从上1万6万 很难得 因为最近来好消息很多 宣传了2万亿个平准基金入市 大家正在等待 人行做预告定会降准 再加上国资卫 又引入市值管理考核等等 对于说究竟恢复市场信心的作用 可否持续下去呢 还有其实说真的 你的降准是未发生的 即2月初2万亿个都还在等待 究竟是港股现在的反弹 开始了多久 扭转了劣势 我觉得短期也不排除 还有机会再弹一下 但你说扭转劣势 即是否等于弹完 就继续向上升那种呢 这个真的是继续要看的 因为其实很同意你说 因为你能够有一个 长线或者持续的声势 其实真的很看市场的信心 其实过去也说 信心来说 一来不是一来就回来了 二来其实很多要配合的 我想除了你说政策之外 其实某程度上 譬如只是说港股自己也好 是要看看 是否能够做到信心 或者气氛 就是譬如最近那样 升了几天 成交大一点 继续持续这样的情况 大家信心自然就会更好 即是这两三天 大家问港股都好像会更开心 都是那种的感觉 如果你说这段时间能够继续持续 走光 甚至成交好像过去几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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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